其實IP它就是怎麼樣 專門研發出一個特殊運用的IC 可以重複使用的功能模塊 它如果能夠很順利的亮出 來挑戰頭部的話 它未來還是有一段非常 不可小覷的一個展示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真逢Toker Show 今天我們要跟各位講的主題是IP設計 那IP設計為什麼會重要呢 因為現在晶片越做越小 晶片越做越小 它功能又越來越多 那變成說呢 它會把IC的各個區塊 就是各個的什麼樣 效能 效用 你的目標 你的目的 把它各別拆開 拆開之後重組 你要什麼作用的來 加進來 你要什麼作用的加進來 你要什麼作用的加進來 那如果它把每一個指IC 每一個每一個都要自己研發 哇 那就大工程 對不對 所以變成就有IP 細緻裁產業出來 然後我就做一個 IC出來 就是有一個用途的IP出來 那你要你來跟我 我來提供給你 那你只要付我一些全力金就可以 那你就可以用了 那你只要再套上 你所要的晶片上面套上去 套完之後 就達到你想要的效果 這可以節省研發成本 然後呢 再來就是 減短研發的什麼 時間 這好處很多啊 所以IP產業是怎麼樣 需求越來越大 那再來的話呢 各位會想說 到底什麼是IP 我現在設計好IC 其實它就是一個IC 只是說它的功能性是比較單一 功能性比較單一的情況之下 我可以讓它四處套用 那到底什麼是IP細裁呢 簡單來說 細裁它是一組四千設計好 並驗證完畢 就是取得驗證 然後可以重複使用的功能模塊 這一塊可以讓你重複運用 那IC設計公司在開發新晶片的時候呢 如果需要加入某一項功能 那就可以直接向IP設計的業者 然後購買它的怎麼樣 權利 購買之後呢 它就會提供給你 它這個模塊的一些 怎麼樣 不管是設計也好 或者是電路也已經做好的電路都好 提供給你用 提供給你用呢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模組 它就可以怎麼樣 它就具有重複性 只要你要相關的 你要一樣的功能 那我就把我這個模組 提供給你 那這個就可以減少很多那種研發的成本 然後縮短開發的週期 其實IP它就是怎麼樣 專門研發出一個特殊運用的IC 然後呢這個IC可以加總在一個大的晶片上面 它這個IC它就叫什麼IP 那等於說它可以運用的範圍很廣 只要你的產品有用到我相關的IP的設計 然後是我的專利 那很抱歉喔 你就是你賣的越多 你就是要給我的全力金就越多 所以IP公司主要就算全力金 那好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台廠哪幾家IC設計 它現在是不是適合投資 我來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來這邊我跟各位收集了幾檔 八檔股票 台灣相關的IP設計廠商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智元 智元它這一檔股票目前來講的話呢 它站上季線格局轉強 沒有多久 那代表說呢 它其實它處於期漲的階段 你不要看它從底部 底部大概120漲到現在好像漲很多 但是你在足底的過程當中 其實那個幅度基本上 我們暫時不要考慮它 我們要看它從格局轉強開始 到底漲了多少 基本上它格局開始轉強 應該是差不多在155左右 從155它開始格局轉強 轉強完之後呢 到今天為止漲了大概不到20塊錢 那現在它要面臨到的比較大的壓力 是在哪裡呢 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頭部 那這邊有一個頭部 基本上這個頭部 它的量比你現在的量還要大 所以當智元來到這個頭部附近的時候 開始可能會呈現比較大的壓力的感覺 重點就是說 它如果能夠很順利的量出 來挑戰頭部的話呢 它未來還是有一段非常 不可小覷的一個掌勢 這個要注意一下 只是說它現在面臨頭部壓力 要怎麼樣化解 然後再來看一下創意 創意這檔股票我們可以看到 它在前一段時間呢 怎樣 破底喔 破底之後呢 哎呦 大量開始怎樣吃貨 市場 它是故意甩叫 甩叫完之 甩叫的時候呢 同時進行吃貨 下來之後 底部爆大量 我們說一檔股票 它轉強之後 有沒有續航力 就是要看它底部 主底的過程當中呢 有沒有爆大量 創意這檔很明顯 就是在怎麼樣 底部爆大量 那底部爆大量 格局轉強 我們就是以季線為一個判斷 判斷這檔股票 它是不是格局正式轉強 那現在 它在11月7號的時候呢 一樣 然後站上季線確定 站上季線確定之後 格局轉強 又加上底部爆大量 代表格局轉強之後呢 它的續航力是足夠的 代表它現在 這一段上漲 其實我們是 按照技術分析的話 它是可以預期 它為什麼會那麼強 再來的話呢 以它現在的格局來看的話 目前它的股價是怎樣 處於創新高的格局 處於創新高的格局 創新高在 創新高之後呢 進行整理 進行震盪整理 那它到底是強勢整理還是怎麼樣 整理完要 往下跌 那我們可以拉出一根 找出它的怎麼樣 多方利手的一個 重要的K線 上漲的過程當中 這兩根K線 有出量 那這兩根K線 就會是怎麼樣 多方防守的一個重要參考指標 它只要能夠防守住 多方攻擊的一個K線的話 那代表這整理都是屬於 強勢整理 那強勢整理完 它如果再往上攻擊的話 沒有壓力 既然沒有壓力 你就不需要去 隨便的去判斷說 我這一檔股票可能在哪裡 會轉弱 不需要 你就直接看量價的關係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有做到這檔股票 恭喜你 未來會漲到哪裡 很難講 很難講 你要看當下的量價的結構 才有辦法去判斷 然後再來的話 力望這檔股票 它現在處的位階也是 這是一個怎麼樣 大的底部 如果能夠突破的話 可以發現現階段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底部的頸線 同時這裡有一個頭部的頸線 剛好重疊 剛好重疊 這個壓力很大 那我們曾經有跟各位講 當它來到這個大的關鍵區的時候 它如果突破 要用什麼方式 跳空開高是第一個 最優的選項 第二個是量出長空 這兩方式來突破這條頸線的時候 代表力望 後面還有一段非常大的 上漲的空間 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四星 那四星目前來看的話 基本上它一樣底部有出量 它雖然是一個V型反轉 但是它的量能是有出來的 那代表說它接下來面臨到前面頭部的壓力的時候 很容易過 很容易過 因為頭部沒有量 所以它頭部應該要過 應該不會是困難的 那再來的話 艾普 它是屬於怎麼樣 底部起掌 量滾量 所以它今天如果有壓回的機會 這種股票適合去承接 好 再來的話 金星科 金星科目前來講 它也是準備怎麼樣 準備挑戰前高 那各位可以看 IP設計 它其實它整個族群性是怎麼樣 是一致的往上漲 所以他們目前的一個氣勢 遇到壓力 很容易過 因為它整個氣勢是足夠的 好 再來的話 M31 我在講技術分析 或者是其他族群的時候 我也提過M31 那時候我有跟各位講 它這裡 有一個空方的跳空缺口 所以它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遇到空方的跳空缺口 容易怎麼樣 遇到空方的抵抗 遇到空方的抵抗 這個關鍵的區域 關鍵的區域 它只要能夠怎麼樣 跳空開高 強勢突破的話 後面還有一段 這是我們那時候 跟各位分享的時候 剛好它的時間點是來到這裡 時間點 確實後面證明說 它這個關鍵的區域 利用跳空開高的方式完了之後 後面真的這樣 就再長一段 所以M31 目前來講的話 還是屬於什麼樣 多方格局 多方的走勢 好 再來的話 看一下林陽 林陽這檔股票 是屬於平時成交量 是比較小的股票 再來的話 它目前看來 它是屬於結構上 會比較弱勢的 所以基本上 你要選擇IP設計股票的話 前幾檔會是比較優的選擇 好 在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幾檔 IP設計相關的一些股票 跟一些IP設計相關的觀念 那如果你覺得我們的節目 對你投資有幫助的話 歡迎你跟我們訂閱分享 順便按個讚 謝謝大家